特朗普吹嘘任内解放军军机 不敢飞台湾被英美打脸 一日 特朗普在接受英国独立党前 党魁法拉奇的采访时称 如今拜登主政下的美国国际地位 处在史上最低位 不再受到尊重 他以台湾为例 自夸称自己做总统时 中国不会像现在这样做 没有飞机在台湾上空飞的 都没人提这个地方 不过 英美独立报在报道时毫不客气地指出 特朗普主政时期 解放军军机曾多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台防务部门统计 近2020年就有380多架次 关于解放军军机绕台巡航 东部战区发言人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 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